周龙虎来到裁缝房 将绣好的裁片递给王嘉宾 缝制旗袍是王嘉宾习以为常的工作 王师傅在缝纫机下依然保持绝对的专注力 在一个星期的缝制下 旗袍最终完美地拼缝成形 如果说缝制赐予旗袍生命 那么盘扣就赐予了旗袍语言 在王嘉宾心中 一字扣是连接千年文化最理想的语言 首先将面料斜丝45度裁剪鞋条 然后精心缝合成条 一个完整的盘扣从盘到缝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实打实的季节和缝合 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 传统的一字扣在王嘉宾的指尖幻化了出来 一枚小小的盘扣将百年的光阴缠绕其中 这不仅是匠人的智慧 也是生活的美学 在王嘉宾和周龙火一针一线的穿饮下 这件名为紫路赫春的苏绣旗袍 在匠人的手中孕育而生 他们多年磨练出来的记忆 将古典与艺术完美地融合 在这件苏绣旗袍上孕育出了无限的可能 在旗袍展的活动现场 一件件光鲜亮丽的苏绣旗袍大放光彩 旗袍款式的多种多样 花色的各不相同 旗袍上活灵活现的苏绣 更是惊艳了在场的每个人 从裁剪刺绣到盘扣 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了匠人手中的温度 王家兵和周龙活 始终坚持用传统的手工艺赋予旗袍灵魂 每一件苏绣旗袍的传承 依靠的不仅是匠人们对旗袍的喜爱与坚持 更是人们对传统服饰与传统文化 不可磨灭的思念与情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